现在很多做父母的 为了儿女教育的问题 也是大伤脑筋 比如说小时候 选什么样的托儿所幼儿院 到上学年龄了 选哪一家小学 将来要念大学了 感觉好像附近大学不够好 送到外地 感觉全国的都不够好 送到国外 甚至会恨不得 国外的大学是不是很好 如果月球上办大学 有钱的话也要把它送去 做父母的都是这种心情 有些做父母的甚至想 我们有读过什么书 我这个受的教育不多 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走自己的老路 不惜代价 让儿女受好的教育 可以理解 但是教育这一桩事情 不是学校能够独立完成的 所以很多做父母的忽略这一点 认为教育跟我有关系吗 送到学校不就算了吗 因为这样的缘故 教育出了很多问题 教育至少从小就开始了 小时候那叫家庭教育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称之为家教 家庭教育良好走出去 就与众不同 他把这个家族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家教就是从小的时候做父母的 能够很好的去手把手 引导自己的儿女 譬如说让他在生活中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譬如说教导他为人处事之套 绝对不是说像一般 现在很多做父母的认为 孩子还小 什么都不要让他做 等到长大了自然就明白 自然明白什么 不学习如何能明白 都需要从小开始学 小时候开始学 长大就轻松很多了 譬如我们看到古时候 古人教育儿女 从小就让他独立去锻炼 生活的能力 哪怕是很富有的家族 从小也要让这个孩子去锻炼一番 这是好的教育啊 大家可能看过 这个康熙帝国 里面讲康熙皇帝 小时候受教育 作为王子 一般人可能想 他应该天天睡大觉 睡到天亮才起来 然后一呼百应如何如何 其实真实的历史 大家可以翻翻看 康熙皇帝 这是一个例子啊 王子都是这样 他要比别人家的孩子 起得更糟 天不亮 三四点钟 他就要爬起来 哪怕是大冬天 干什么呢 跟先生去背经 去上课 因为他将来要管很多人 所以在他小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管他 让他处处感觉到不自在 以后他才能得大自在 有道理啊 然后让他体会一下 人世间有哪些不如意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古人的智慧 所以父母亲对儿女的教育 不仅仅是说是花很多的钱 送到名牌的学校而已 在家庭里面 也应当很好的引导 这叫家教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引导孩子怎样做任 这比他在外面念多少书 可能更重要 因为做人才是最关键的 将来做不做官 做不做大企业家 那是姻缘 人要都做不好 那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以先学什么 先把做人最基本的本分和责任做到 这是做父母的 应当不断地给儿女去灌输的思想 让他养成一种习惯 以后孩子走出去 慢慢大了 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现在呢 我们常常遇到很多做父母的头痛 一问了就说 孩子不听话 叛逆 在外面乱花钱 乱交朋友 如何如何 一问 说孩子多大了 二十多了 三十多了 我说都这么大了 你还管他干什么呢 这怎么那么管呢 他说我孩子呢 我说你要早知道 他是你孩子 十岁之前你干嘛去了 这个时候才想到 很早的时候 如果就留心 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么多麻烦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当重视 基础教育 家庭教育 走向社会 学校出来之后 面对社会 还要再一次接受教育 因为社会就是一所大学 社会这一所大学 我们要学的东西 远比学校里面 书本所记录的多得多 所以教育的问题 远远不是 学校可以多力完成的 那么作为父母 对儿女教导 不妨 把好的理念 好的习惯 让孩子从小就养成 如果现在孩子还没成年 应该还来得及 孩子已经成年了 依然可以引导 孩子如果已经独立了 在旁边照顾 让他自己独立行走 就可以了 一旦孩子 翅膀硬了 完全独立了 做父母的 这个时候 原则上可以不去干涉了 可是很多做父母的 到这个时候 却又放不下了 总认为 孩子是我的 永远是我的 到老死我都不会放大 于是自己就变得很痛苦 孩子做的事情 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就很难受 如果是学佛人 又是念佛的老菩萨 老人家 那自己将来要走的时候 那就会有很多障碍 其实孩子已经独立了 大可不必干涉 也不用担心 古人说的好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必为他多担忧 这些都值得我们参考 既然已经长大 他有他的姻缘 无需为他顾虑太多 还有一些 做父母的认为 不行 我担心他将来活不下去 我要多留一些钱给他 多留一些房地产给他 多留一些古董给他 其实人算不如天算 留这么多钱 他不一定能花得了 他不一定有机会花 也不一定给他带来好处 过去司马光啊 讲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我想留很多家产 给我的孩子 基金寓以子孙 想留一些金银财宝 财富给我的儿孙 可是想一想 子孙未必能守 他不一定守得住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父母亲辛苦的创业 有了辉煌的成就 父母亲有能力支撑这个家业 可是这个孩子 如果没有经过一番磨练 他未必能守得住 这是真的 那有人说 我留一些文化遗产给他 可不可以呢 司马光又说 基书寓以子孙 想要留一些书 文化典籍 宝贵的经验给他 子孙未必能读 他不一定感兴趣去学 他可能会认为 你这些都过时了 还给我 还不感兴趣 那怎么办呢 后面司马光说了 不如基因德与冥冥之中 以为子孙 长久之计 不如基些因德 留给儿孙 什么是因德呢 因德就是发自内心的 为社会做贡献 做些善事 这在中国古人很重视 即因德 做了这些善事 不是为了扬名 不是为了利益 就是纯粹回馈社会 有人说 这样做 跟儿孙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某某人 他有能力 他在世的时候 为社会做过很大的贡献 好了 他不在了 纵然他的儿孙很不孝 没有出息 可是很多人听说 他是某某人的儿孙 于是就会主动的 给他提供一些好机会 这就是主宗之德 留下来给儿孙的 在中国历史上 有不少这样经典的历史 宋朝有一位范仲淹 堪称典范 范仲淹先生 出将入相 官做得很大 俸禄应该也不少 他拿这些钱干什么呢 古文官职里面 有一田记 他拿这些钱 都买了一些田地 然后让他家族当中 朋友当中 社会当中 这些贫穷的人 没有田地的这些人 给他们种 种了之后 收入都算他们的 这个田叫一田 大家因此记住他 当然他也不是为了 让大家记住他 只是觉得 自己这么多钱也花不完 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 几个儿子都学他 他有一个儿子 叫范存仁 有一次从京都 京都汴梁 就是现在的开封 回忆自己的老家江苏 干什么呢 运粮食 走水路 一条大船 里面有好几百弹的粮食 在江苏呢 遇到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 旧时的老朋友 遇到之后 一打听 听说这个老朋友啊 最近家里面潦倒 很穷困 于是范存仁就自己决定 这么多粮食 自己不要了 送给他 然后唯恐还不够 船也给他 你把这些都变卖掉 自己维持生计 于是就回来 回来之后 向父亲说明 前段时间回家 遇到父亲多年的老友 某某人 最近啊 他很潦倒 我没有经过父亲同意 把粮食全给他 不知道父亲 会不会怪罪我 父亲听到就说 你怎么不把船也送给他呢 然后范存仁就说了 我担心父亲会不高兴 所以没说呢 船也送给他了 所以后来外人听到就说了 父子同心啊 而是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一种美德 他苏州的老宅子 晚年养老 孩子们给他置办的一个宅子 是个非常不错的风水宝地 坐进去之后 有一天 一个风水先生 走动找上门来 跟他说啊 说你家这个宅子不错 将来 子孙后代 带出人才 这是风水宝地啊 会望子孙的 范中烟一听 他说的太好了 这么好的地方 不能让我一家独占 怎么办呢 明天就决定 把这个宅子捐出来 办学校 办艺学 现在 苏州的一所中学 就是在他家这个老宅子上 建的 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家族的理 几个孩子都学他 官也都做得很大 可是范中烟 过世的时候 家里面居然 买不起一口 像样的棺材 说钱都哪里去了 几个孩子都学他 钱能舍的都舍 有人说 这岂不是 挺冤枉的 棺座这么大 钱那么多 到最后死了 连棺材都买不起 让人笑话 其实大家想想 死了还要棺材干嘛 死了随便 别人把我们丢 哪里都不知道 他的子孙后代 现在有人统计过 范家的子孙后代 遍世界都是 而且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过去 过去印光大师 非常赞叹这个人 范家八百年 才到今天 八百多年 历就不衰 这是一个 积英德 给子孙的典范 他当时在世的时候 好像没有给子孙留什么 但是 他的子孙 却有享受不尽的遗产 很多范家的子孙 今天提到 范文正宫 都会感觉很自豪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 如果要想 为自己的子孙 留点什么 不妨做个参考 有这样一个企业家 他也从里面得到启发 然后 也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 这样说到 所以我以前 很喜欢古董 那么买了这么多古董 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想 将来我这个孩子 如果他要 没有能力 那这些古董 随便卖一件 够养他一辈子 所以 我很喜欢收藏古董 就是希望 给孩子 留点 这个家产在 那么现在想一想 假如我这个孩子 他真的没能力 这些遗产 他也舍不住 可能会被人骗去 可能他也不识货 如果他要有能力 他要真有本事 他根本瞧不起 我这么点家产 那才是我最希望的 其实 作为父母 如果能够让自己的儿女 变得比自己更优秀 那才是最成功的福 而不是让儿女 依赖自己 依赖自己 那叫一代 不如一代 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 可以多思考一些 这都是吉祥之事啊 这不是暂时的快乐 暂时的财富 这是永恒的幸福 永远的迹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